我們再來看一下就是有所謂的岩向路徑 那做這個之前 我們看看 這邊 我們最原始的版本 是有一點酒駕的感覺對不對 這樣邊來邊去 那你可以很單純的 我也可以用 就是旋轉 你看我們在這邊 不是這個旋轉嗎 所以你也可以用這個關鍵 影格 這個屬性 我們來做 一開始 看你要轉哪一邊 對不對 開車這樣開過去會往右邊嘛 然後到這邊 開過來的 就要怎麼樣 往左邊 往左邊就附的 所以他中間就會有什麼 賽軌賽軌 這樣可以 這是用這種方式 那如果呢你不要 用關鍵影格這個 我們也可以 用另外一種方式 各位你回想一下 平常如果你騎摩托車或騎腳踏車 開車比較沒有那麼 大的感覺 除非你開很快 你在轉彎的時候會怎麼樣 對啊會壓車對不對 你看我們如果一個道路像這樣 你騎過去的時候 你身體是會往這邊傾 我跟你不同方向 這樣 你們這樣才會看到 對不對 然後呢 我騎到這邊彎的時候 我是不是就 改另外一邊 改另外一邊 所以呢這個 有一個屬性叫 Auto Aurum 就是我們在這裡 要跟大家介紹的 這邊 我們在Flash 或者是 FF 裡面 都有這樣的一個設定 他在哪裡 在Layer Transform 就是變形裡面的 其中一項 因為我們平常變形主要就是 位移旋轉縮放 但是裡面呢也有這個選項 那他呢就可以自動 依照 你路徑 他那個 就是 彎曲的程度 自動幫你的物件做這個動作 所以我們來找看看喔 在這邊 點到這個圖層 Layer Transform 有沒有 Auto Aurum 這裡 那目前來講的話 因為我們現在是2D的圖層 所以只有兩個選項 如果你是3D的圖層 在這邊會有三個選項 他還可以面向攝影機 也就是說有一個選項是永遠面向攝影機 因為我有看到有一位 我們那個作業裡面有一組同學 是做星球的動畫 那以前我們如果不把他真正變成一個球 其實我可以給他一個面就好 讓他這個面 永遠面向攝影機 什麼意思 我現在攝影機在這裡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過那個電視上有那個抗議的人 控醫 控醫有沒有 但是他要跟誰抗議 不是跟政府抗議 要永遠面對的那個記者 攝影機 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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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沒有 這樣 這樣了解嗎 你永遠面對的攝影機攝影機拍到哪有就有點面對他 那這樣的話呢 就可以我只要用2D就可以做到 好 所以我們讓他沿向這個路線 OK 來我們試看看 拉動 你有沒有感覺 哇 變軌啊 這個開的比較激烈一點 這樣可以嗎 他就會依照你那個路線自動條 當然 你如果覺得 我不要 這麼誇張有沒有 這樣就兵掐 你可以自己在這邊再加上關鍵源 再把它找回來 但是你可以發現 我只要加上這個屬性 我雖然沒有用旋轉 可是可不可以有做到旋轉的效果 可以嗎 這樣 有了解的 所以這個是跟大家稍微補充一下 那這樣子 這個動畫應該就沒問題了吧 所以 在這個動畫裡面我們學會一個很重要的 你怎麼樣把路線 指定給你的 這個土產 因為如果你不用這種方式 你會很辛苦的去調整比較複雜的路徑 沒有效率 這樣清楚了 OK